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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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朋友,請到CIOC自動車 新記者広場 好,謝謝 拜拜 今天要去顧車 沒有啦,要去找藝能啦 手給他們帶去虎口鬆了啦 帶去虎口紓壓啦 抓龍筋啦 抓龍筋,你知道嗎 我知道 你那個不叫龍筋,你那個叫蟲筋 蟲筋 泰山群抓蟲根 去找藝能 對啊,開這個 家樂福 柯P說家樂福 溫度正常 下去給藝能檢查一下 藝能那麼專業,對不對 那我們很少賣smart 回來,車是沒撞 我們知道啦 可是,其他地方都看不太通了 已經幹怎麼開都不太會 所以就是去找藝能 順便讓藝能幫我們檢查一下這個車車況怎樣 還有什麼地方要改進,要修的 大家互相幫忙 給藝能賺錢 如果要修,我們車就給他修 或者是去,要不要藝能會說 喔,我跟你講我最近喔 這個車都賣光了 我還有幾組客人還在等啊 就直接在那邊處理掉,對不對 假裝去聊天 日常想要做生意 還有想要去紓壓 去抓泰山的蟲根 到底是抓龍筋還是抓龍根 龍筋 喔,好,抓蟲筋 你看兩個大男的那 坐這個車啊 把他手跟手都碰在一起 你看 好噁心喔 不好意思,我不理你 喔,有沒有 他毛又那麼長 幹 哎呀,不小心碰到 所以開這種車載女生不錯 哎呀,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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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碰到 然後,欸,不好意思,要煞車了 喔,對 緊急煞車小心 對,緊急煞車小心 對,緊急煞車小心 手就伸出來 要保護女生 然後再採用力一點 好,這是一種 Gentlemen的表現 車不錯啊 這感情會升溫 這次就不能像那個 柯P說的觀音作臉 爸爸說給我 好,我們試看看 我不知道這個車 可不可以上五陽 我要上五陽看看 欸,不過冷氣有人啊 挑戰五陽啦 欸,Smart應該可以開五陽 可以啊 不會被開單喔 我又開慢車道 我很乖喔 而且我們這個還是那個高乘載 欸,高乘載 蠻在 欸,我在想齁 為什麼不反應一下 像那種車,你看 兩台貨車 然後並排有沒有看到 我想為什麼 不去禁止說這一種 看不到前面的這種貨車 不能走快車道 像有規定那種 沙石車或貴車 是不准走快車道的 對 可是我覺得這種貨車 應該也要 貨車走快車道 我覺得本身都不對 第一個,它速度通常 沒那麼快 那你開去 站在快車道就不太對了 再來第二個 其實蠻危險 因為它完全看不到前面的這個 而且我跟你講 還有很多這種貨車 搞不好媽媽 煞車燈都壞掉 沒有,我覺得是比較安全 不是說送貨就比較 比較低等還是怎麼樣 沒有,我也是說 這樣也比較安全 你現在開多少 100啊,你看 人肉定速系統 就是定在100 可是真的感受起來 速度好像沒有100 對啊 欸,才90欸 幹,差10公里太多了吧 手機壞了吧 有辦法用什麼手機 什麼牌子的 什麼牌子的 什麼 狗牌 你最討厭 這跟手機沒有關係 有啊 手機有問題吧 是APP的問題 還是你的車的問題 會不會被三星告 不會啊 它不會看 現在90了 90喔 現在80 差10公里太多了吧 你確定 你媽媽有沒有驗證過 你這個APP台速度 有驗過啦 開SAP的時候 還蠻準的 會不會是LANKED或換 本來就是100 欸,快樂表喔 你知道以前那個年輕的時候 都在賠家 就是價格跟 DEO在賠家 價格表就是媽媽 滿快樂的 價格表 動好快喔 後來發現那個價格表 都是快樂的表 所以人就是 被數字困住 局限 被數字跟煞車局限 煞車線拔掉 數字 拿掉 都不要看 跟自己比賽 這場比賽 我的敵人不是對手 是自己 超越自己 幹好中二的台詞 有沒有 阿娃上舞陽了 阿娃上舞陽 不要再說我們Smart 跑不上舞陽了 今天我們就實測 Smart到底能不能上舞陽 阿斯 太想上去了 不敢 摩蘭摩蘭 爽在去 噴喘的感覺 有點喘 有難怪話講 欸,我們會不會 湊在舞陽上面 而且舞陽上面風那麼大 會不會想風習 然後我們兩個人就 就下交流到 下交流到 今天滾到台北灣都玩 啊,中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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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一百了啦 怎樣 如果摸的是這樣而已嘛 那前面那台T4都要噴黑煙了 有沒有看到 有欸 喘得會更厲害 那邊趴上來 上來 上來 其實我剛剛趴上來的時候 我沒有踩到踢 我現在也還沒有踩到踢 那現在我看我的表是85公里 所以照GPS應該是70級而已 可是前面T4的速度差不多啊 我不要輸他就好了 沒有,我速度比較低於他就好了 那就很像我跟泰山如果去非洲 時時出現了 然後我們兩個拔腿就跑 跑一跑跑一跑,泰山就說 啊,我們不要再跑了 我們跑不過時時的 然後我就說沒有 沒有,我只想要跑過你而已 我只要跑一頂就好了 對對對,我只要跑一頂就好了 欸,我超過T4了有沒有 跑過一個了 其實我是不知道他這個溫度 是不是很缺 他這個溫度已經到幾格? 25格咧? 隔的溫度是正缺的嗎? 稍微高耶 對啊 其實這台回來說 我一直覺得他溫度這樣都怪怪的 看他路上往上跳會很緊張 那個開電動車是電表往下降會很緊張 開司馬的溫度往上跳會很緊張 他現在是翅膀在爬 不如柴奧迪他應該會再降檔 可是我覺得不要降性格 讓他那麼辛苦 畢竟我們這車還在測試階段 他不知道他的性格怎麼樣 經過這個舞陽高架的爬坡 對這次的無口舒壓之旅很有信心 應該到得了 真的喔 開山裡放心 你的重金抓得到 OKOK 那我擔心了一下 欸,搞不好對不對 在上面購樓 偷掉車來 你問他 搞不好偷掉車來 比你熟很熟 老司機帶你去抓重金 這車真的開起來會 有點 那我感覺很奇怪 你以為要出來 可是沒有出來 我說力道 你覺得好像身體說 欸,要出來要出來 就欸,沒出來耶 可是我覺得這輪胎有點難 就是好像變形 前面耶 怎麼比想像的還要遠 SPA的炸粉 所以要停那邊才可以就對了 是不是 他這樣的意思 是,我要停那邊 讓他們排在 混到他們裡面 假裝是他們的成員 欸 小姐 給他幫我限定一下 我跟你講 我剛才來齁 溫度 最高的時候 剩下三格就滿 那大部分的時間 是在剩四格 他好像總共是七格 七格還是八格 對啊 反正我是看剩下 最高的時候 我剛爬五楊上來 對 爬的時候剩三格滿 然後大部分的時間 是剩四格滿 因為八十九次啦 正常 你如果爬坡的時候 你如果有開冷氣 然後 我一直都開冷氣 對 然後你說剩三格 跟剩四格的差別 就是起步的時候 轉速比較高 溫度高一些 所以會差個十度 上下距 我是不敢踩到底啊 我發現爬五楊 好像也不用踩到底 好啦,這個 他就四檔 然後這樣 欸,我發現 剛剛用GPS啊 這好像有點快樂表 他六到七 我們剛剛看差池 嗯 這輪胎龜屬是嗎 有,他有換過 是喔 但是他的輪胎換得比較寬一些 比較穩啊 就是怕太貴嘛 對不對 因為你原本是 特殊龜屬很貴 175555 他的價格比較高 然後貴格很少 喔,所以換成50 對,換成1950 所以比較薄了啊 所以速度又差了啊 真的變快樂了 是輪胎的關係 對 扁扁比較窄 然後比較寬 還有那個手套箱的蓋子 手套箱的蓋子 是很厲害的東西嗎 全黑啊 哈哈哈哈 這很像我買一個衣櫃回來 然後要選配外面的門這樣喔 我們每次跟人家介紹啊 就說這台車子 有轉速錶耶 然後有電動後照鏡耶 然後那個客人就很忙了這樣 啊不是應該要有的 對 要買冰箱門是選配的這樣 好好吃 對,沒有門 現在是07的 07的有一個好處就是 他有原廠的溫度表 右邊 右邊 一般沒有溫度表嗎 08之後就沒有 07年的有溫度表 08年之後變成溫度燈 對 可是那也不太好啊 他一直跳我的心也跟著跳 可是你如果是溫度燈的 你等他亮紅燈 你就來不及了 來不及了 你也來不及了 至少我還看得到他抓不住了 你已經掉車了 好像抓不住喔 一直往上抓不住喔 抓不住 跟血壓一樣有沒有 我還可以立即的休息一下 不至於馬上瘋 好啦 那就交給憶能幫我們檢查一下 這台車子行不行 啊如果不行的話就直接 給他處理 他等一下會講得很嚴重 看得其實覺得還不錯 然後就講得很糟 對,講說你的車不好喔 這也沒差 然後我們就只好把車留在這邊送給他了 就是終極的絕招 對 好,這樣藝人處理 你看喔 你如果一台車啊 直罵的開進來 然後請他檢查 然後你看到他整場都是這個車 你會不會很放心 沒什麼好擔心 反正也不怕沒有靈結 其實每一台車的旅軒都不一樣 你看 我覺得這個比較漂亮 23 對,我喜歡這個 一年這個還會修嗎 不會喔 是喔 因為他這一顆蠻緊張的 他油、水全部都沖在一起 可以弄茶几啊 放一個 放個...對啊 對啊 透明的 人家用法拉利 我們用Smart 我知道那麼多 原來這個勾子是在勾這個的 你看 對啊 這邊有個勾子是在 他是在勾這個格勒棉 這種車其實這樣子算不算 他之前你換電圖的時候 他沒有去消負操的 是喔 有負操碼 對,不過這個負操碼都是 低電壓造成的 喔,低電壓造成的 所以他可能換電圖 我跟你講,這如果外面就跟你講 哇,這不壞 這不壞的 這不壞的,這都要換 這都要換 整個都要換掉 8萬一處理掉 公道價8萬一 都沒漲價 也不是只有Smart這車 有些車如果電瓶沒電 電壓過低 他就會一些感應器 都會跳 負操碼 那你換了電瓶 這樣他開好了 可是那些負操碼 你沒有去消負 他會一直都 還是這樣 電腦的部分都OK 越南沒有負操碼 沒有什麼負操碼 那負操碼就是 你做電腦 消掉之後 我剛剛是覺得前面底盤 方向盤好像是過乾還是什麼 感覺有一點 我不知道是輪子還是頂盤 你要頂起來喔 看起來看起來好了 再來這回來就是要等你 我都沒有弄 你沒看都沒洗沒用 再來這回來就是要準備 其實已經回來 兩個月了 我也沒有賣 客人問我也沒有賣 沒有給藝能看過 我不敢賣 真的是水管 是水管嗎 沒有啊就這樣 沒有來水管 你他媽知道噴什麼水 每次去驗車的時候 他就說 你這車很快一樣 沒那廢氣都驗不到 就他們都查整理 就排氣管在這裏 下次知道 開這個車 你去驗車架排氣 他這邊一定會過 這個大概跟我還沒有 這時候差不多 二四了 二四了 是嗎 確實 你一直弄一直弄他就變這樣 對 這樣撐起來看自動沒有肉油 變速箱骰 骰桃這邊 傳動軸都OK 然後頭段 肌肉運氣 就傳動軸 你看這個一目瞭然 對啊 然後曲軸 都沒有 引擎夾換新的 剛換 引擎夾換過 這個是什麼 離合器馬檔 之前你好像說 有時候會壞是這個 對對對 壞離合器馬檔 那這他沒換過是我就要擔心一下 這還好啦 451離合器馬檔 你只要離合器片 薄了以後記得要換 離合器馬檔很少 薄了以後他會通知我嗎 薄了以後你會 不容易打到到檔 打到檔會不太好打 不太好打是什麼 不容易進檔 還是說 你打R的時候 他會出現0 會出現0 這個狀況會有 打R會出現0 有變到 這個狀況越來越嚴重 就是表示你的離合器片 越來越高 他底下都有做整個 像這個下路 原本沒有嗎 沒有這個是原廠的 我是說小車 然後他就衝擊力學做的 然後風曬也換過了 然後他的三腳架也都換新的 而且是換原廠 他如果是原廠沒有換過的 會有那個防鏽 但是你看他這個沒有防鏽 分白白的防鏽 對他沒有防鏽 但是他還是原廠 所以他表示他之前 換原廠 這次也是換過的 對對對兩邊都換了 可是他避震器看起來 這樣還是原廠的 原廠的 對,還沒有換過 其實原廠的啦 你看他輪胎這樣耶 很冷 難怪我剛剛開起來覺得 方向盤不平 會這樣左右左右 內側 哇這很危險 你看這內側已經完全沒有開 好恐怖喔 而且他這樣子還算沒有 因為他幾乎 應該是沒有翻拍 所以你看他內外差別沒有太多 外面也沒人 真的如果真的開快一點 然後過那個水 就可以打陀螺 那你就看到一個 哇 小喉嚨在那邊旋轉 有沒有看到撿到寶 沒有肉 東西還要晃過 這還那麼漂亮 真搞搞搞 然後在10年之前的 他的那個 開擠的放置 就放進去 打開來就可以了 有看到 有 一瞬間你有... 沒有!不是你有看到 你有拍到 有拍到 剛剛那一瞬間 有拍到喔 兩個勾紙把它翻過來 阿這樣停在外面 人家不就一般就拿走 剛才說要剪掉喔 阿現在他換東西保養的很方便 換燈泡可以直接從這裡 然後這個新的冷卻水刷 對 然後煞車油 煞車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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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煞車油都可以換得到 阿還是看不到風扇喔 風扇看不到 風扇要拆的話 這個大燈阿 葉子板全部都得要下 放在這個 對阿這個側面 哇 剛剛日服講風扇在什麼 汽油放浮 汽油放浮 看不到 要留下來 等一下我們繼續喬一下 喬一下喔 就可以處理了 這邊可以看到年的 我們有一個7 小小這個 這是07年的 所以8就是2008 2008 那如果是 17的嗎 之後的 我是說 所以他貼紙都不會換 他就是寫個尾數 這邊有一個製造日期 這裡 好了 07年8月30號 然後59000多號 所以這個是製造日期 製造日期 跟他的這個編碼 他的台數 哦 小而美咧 然後這邊有一些那個 教你怎麼保養 胎壓 那一些 輪胎的規格 還有輪胎的壓力 這一種他等級出來 滿那麼高 就是這個 比較 哦 你說我這個算是什麼等級 他這個是一般型的 Cure的一般型 一般 就是最陽吞的 對對對 但是他最陽吞的 他的車體是不透明的 反正比較 然後這一款車 他07到15的發改成壓克力 就變得人家安全不會破 可是他久了以後 會 裂回 哦我知道 壓克力久了就老化了 有點像我們大燈久了 一共黃的樣子 那怎麼辦 很多人會不會就把它貼模貼掉 貼模 不然就是像我是直接把他烤漆 蛤?就直接烤掉 不過當然除了屋頂 應該其他配備也有差吧 你說胚群跟Ture 對啊 他在像那個出風口上面 就有一個 像青蛙的眼睛一樣 一個 時鐘跟一個轉速 哦 方向盤的部分他是 有多了方向盤換檔 哦 我記得以前 下面那個盒子 是CV盒 是不是CV盒 之前上一代 那這個是什麼 這個好像是Ture吧 小煙灰缸 底下 哦 零錢盒也可以啦 現在在這張抽煙的人不多 他旁邊壓一下 就整個抽出來 側邊 對對對 就整個拿下來 吃煙湯 你還不講他不知道可以抽 對啊 記得多那塊蓋子啊 你如果把鑰匙拿出來 那個鎖頭如果是有用的 就是原廠選配 對 然後鎖頭是可以用的 插不進去啊 插不進去 那就他後來裝的 很適齁 如果是插得進去的話 那個鑰匙 跟車上的鑰匙 是一樣的 新車那時候就選 對 是一樣的鎖 拆殼到底會不會很麻煩 不會啊 而且這個車拆殼都會破 大部分的車主都自己會上去 不會 大部分的車主都交給人拆 那就代表不簡單 也還好啦 你拆過一次你就會拆 不是啊 結果我來你這邊 就是這個車沒有東西 你如果說真的要挑剔的話 就是輪胎 輪胎抹完了嘛 皮帶 看起來是還好 但是皮帶 如果要換的話 也是OK 那個通常都多久 皮帶大概六萬 另外要跟你講一下 這台車子是 451裡面 它的找的人比較多 因為它是自然進氣 沒有MHD封的 MHD是那個會洗磨那個 對對對 所以它這台車上的一些耗材 都跟渦輪板一樣 它的價格比較便宜 哦 你說零件比較便宜 對 你如果是MHD的話 它的那個發電機皮帶不一樣 它是張力皮帶 哦 就會比較貴 而且它那個大概 兩萬五到三萬公里 要換一次 你也意思說這個是 裡面算比較 比較豪洋 對 0708的自然機器 比較好造型 因為那麼熱 我剛開來是覺得冷氣也還蠻好 它要換濾網 那些都很煩 像那個油門踏板 你說冷氣濾網 這油門踏板 對 油門踏板 你說它從那邊伸進去 這樣拔 所以現在插那個 就是電腦的連接是不是 哦對 那個 它的電腦的插口在那裡 OBD 它從前面拉到後面 它之前 換風扇的人 嗯 不知道它是換風扇 還是踩車頭的人 對 把這一條水管 裝錯位置了 所以你看這一條水管 好重 對 跟這個 就是方向基柱的那個頭 有沒有碰到 所以你看它磨到 有沒有有點受傷 有一點受傷 這條水管 應該是在這個方向基柱的後面 哦 水管 這樣會不會有問題 當然換掉是比較好 對啊 它看起來都已經快消到裡面去 對 它那個是燒的還是刮的 它這個磨到的 用磨的 就是被這個 一直磨 因為我轉輪胎 你看它是 有沒有有沒有 哦 有有有 所以它磨久了就被磨下去了 嗯 它之前呢 他們因為 換風扇的時候 它把那個水管的位置放錯了 所以它的水管 噢 你看 你看 不知道去哪裡修 搞不好原廠 你看它三角叫做原廠 你怕得罪原廠是不是 沒關係我講的 我講的 他講的 我講的 它那個水管位置放錯 放到那個 方向基柱上面 所以放到基柱在旋轉的時候 喔會磨到 啊換要換整組 啊換整組 會不會給你帶來困擾 要很久 今天沒有辦法 哇 因為要訂材料 我就知道它會這樣講 因為它叫我車留著 它就不要聽回去了 他已經是這樣講了 它的意思就是這樣啊 對 就留在這兒了 它已經買伏筆了 好不容易找到一個水管 EK沒辦法完成 你不覺得它 上上下下好幾次嗎 硬要找問題 找很久了 對啊 它那個三通水管要訂 喔要訂材料 欸大概多少錢 可能再三千多塊 也還好 三千多塊是材料 啊工錢一萬八 哈哈哈哈 我再跟藝人討論一下 嗯 嗯好不好 好啦我們討論完了 還是車留著 果然被留下 他說零件在屏東 欸為什麼會問到零件在屏東 屏東有一個Smart的毛衣商 喔 那他寄上來可能要一兩天 那他水管有點危險 他的座風還是一點 對啊 所以我看還有什麼要換 然後回台北以後 接到電話 不是換好了 是賣掉了 賣 我賣好了 欸我很缺車 拜託一下 好不好 有Smart就前來一人這邊 對 高價收購 拜託拜託 絕對高價收購 那你不先帶頭一下 帶頭怎樣 先買哪一台 還是啊 這台就留著啊 輸了我也要一半 有 藝人那麼厲害 那麼強 對啊 我如果賣給他 我就是不自知舉 不要不舉就好 對 好我們最後的決定就是這個車流 反正我們也買到 改加哥了 我們就開那台回去 這樣我們就不用爭 是誰開那一台了 OK 而且不用手靠手 然後藝人好的時候 你再坐火車到信封 他回去信封火山接你 你再把這台開回去 好 我們是很有制度的公司 OKOKOK 學長好 我們公司很有制度 我們是帝王制跟學長學弟制 對對對我們有制度的 簡單有效制度 對對對 我們最簡單最有效 解決事情最明確最快 對 一下就解決了 就是帝王講了就算了 好不好 好啦這台車就留著讓藝能換水管整組 整組有幾隻 還是它是一個塑膠座這樣 對它是一個塑膠座 但是它水管是不可以拆的 有三景 到背水桶 到水箱 到熱水桶 其實我很開心 因為一趟路來新竹 給藝能看了半天 沒有東西可以換 我會覺得很難過 沒有意義他 對 來就是要讓他尿 要尿到一些東西 對不對 電腦擦來沒故障看看 最後輪胎要換一下 我要藝能幹嘛 我自己就會了 對啊 我娶老婆幹嘛 我自己就可以了 你出來好不好 我出來啦 講得沒錯 我幹 講得也沒錯阿 你看泰山右手這麼壯你看 我 現在 現在去找那個 右手很粗的那個照片來放 有沒有 招嘲謝 招嘲謝 招嘲謝這樣 一直這樣 我們等一下 這個 這一集節目就在這邊 我們這邊 現在很聰明 一集一集拍 一次放進去 錢太少 放好幾集 才不會被人家催說 今天有沒有要上片 那希望影片要記得訂閱留言分享 我才下次看 早一年又可以再拍一片 然後再帶泰山去養生館 又可以再拍一片 對可以再拍一片 我們這邊還有虎口後山 虎口後山你看 有沒有 探險 對探險 沒有啦我們對養生比較有興趣 好啦下次見 掰掰 掰掰 不要玩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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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啦 很快過耶 這很久耶 怎麼啦 沒有啊 那你Smart要不要去切 喔他好像說修好了耶 對啊 可是喔 那你不要去切 我後來想一想 樹葉有專攻 樹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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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斧 不要再講立斧 不要了 講到他難過 74萬的電池 我覺得這個喔 專門的車我們還是留給專門的人 這個車喔 我們會來檢查到時候 可能我們也不知道 他的水管裝錯位置 所以我決定這台車 就送給他了 沒有啦 沒有啦 怎麼給我的褲子 怎麼不送給我 什麼不送給我 沒有沒有 我已經丟到水溝裡 我已經送給你啦 我覺得喔 這個車就留在那邊 給一能賣 打電話給他講一下 欸他那個修理的照片 都有傳給我 很認真負責一個年輕人 欸他 他跟我超多大 對啊 年輕人 或是我人家看起來就是 他比較年輕 比較勾引 媽我看起來就一副 老司機那樣 一人 那個Smart Show好沒 好啦 水管整組換掉 輪胎也換了 好啦那我跟你講喔 這個車後來想一想喔 還是要交給 有能力負擔 這個後勤工作的 一能兄 我就把他這台車交給你 再幫他找一個好處人 好不好 我買的 輸了我也要一半啦 啊你不要賣太貴好不好 賣三十幾萬就好了 人家要買四十說不行 小師說這個只要超過三十就可以賣了 這樣 不用賣到四十 我們不是那種商店 沒有啦開玩笑的啦 啊那個你比較了解啊 你覺得那個車喔 行情值多少錢 欸沒有啦 剛剛那個三十四十那開玩笑的喔 好不好 不要當真 對 幹你怎麼知道我的哏啊 三十四十是開玩笑的 五十三是真的 靠腰 欸這真的沒有say的喔 這個我去的時候 本來是有想要開回來的 呵呵呵 欸你看我們這種實境節目秀就是這樣 沒有在安排腳本的 本來去了打算回來 結果沒想要去了 車流著開一台回來 剛好讓你發現這個水管 然後剛好我有買到車 然後剛好那個車流給你修 剛好你又這麼內行 所以我就那個車就交給你了 我今天打這通電話 只是為了這個影片 需要一個結尾而已 沒有啦 反正你就那個你內行啊 交給你了好不好 直接處理了 好拜拜 好啦 那這個車喔 雖然開玩笑不開玩笑 我跟藝人這麼熟 我覺得你是不是該換一下靜位 你哪有辦法 你也覺得很久了 你不換一下靜位嗎 啊 可能就想要玩事啊 就對了 反正這個東西就是 我覺得 真的要我們賣這個車子 既然後勤保養維修 沒有藝人這麼專業 那我覺得這個車就交給他 讓他賣下來 他可以提供很好的收入服務 好像我也比較放心 因為其實有很多個人 在我還沒上架的錢 在影片裡面就看到這台車 就私訊目標 然後我都一直回答都是說 這車我還沒檢查完 所以我還沒有賣 所以你去粉絲界看 我們也沒上架啊 對不對 其實那個找到整理好 照片都照好了 但是在沒有給藝人看過之前 我其實不敢賣 我也不想賣 所以我才一直等到 我沒有空去藝人那邊檢查 我本來是他檢查沒問題的回來賣 那後來我想一想 那既然我那麼依賴他 那不如這台車就去那邊依賴他就好 就給他賣掉 對對對 好那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啦 記得訂閱留言分享 鼓勵我們做更多更好的影片 要看這台車找藝人 好不好 掰掰 掰掰 引擎硬舉有沒有看過 沒看過 看一下 保持腰椎中立 嗯 下去 然後扶起來 走 施力點 那起來的時候記得是用大腿跟屁股 我聽到扁一聲耶 沒有啦 什麼東西爆掉了 我聽到扁一聲 有沒有 引擎硬舉 哇 哈哈哈哈 那是 那是 這 在 他們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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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